調酒師 俐落的甩動酒瓶 酒瓶在空中翻轉後 精準的落入調酒杯中 調酒師運用靈活的肢體動作 完成精彩的花式調酒演出 而這一頭 則是有餐飲科的老師 正在雕刻水果 專注的在西瓜上一刀一刀的雕刻 完成美麗的牡丹花 還有用蘋果做成的天鵝 用芋頭雕刻後再組合的龍 還有用南瓜 花雕塵的海洋世界 每一件都像精緻藝術品 吸引大家目光 這些作品能使我們 在菜餚上面展現色香味俱全 讓大家都能在用餐的同時 享受一下不一樣的生活 一道道手工捏製的壽司 結合創新各有不同風味 讓人看了實質大動 手工小包子Q軟外皮 內含不同口味的餡料 好吃又有創意 而火鍋必定是寒冬最佳選擇 清脆的白菜加上油花均勻的黑豬肉 還有香味鋪比的麻辣鍋 獨家秘方熬製的湯頭非常甘甜 這些美食在新竹縣都品種得到 參加這個活動呢 可以得到一個官方的肯定 對 讓消費者可以更有保障 就是在吃的方面非常的有保障 至少我們是一個衛生優良的餐廳 新竹縣衛生局舉辦101年度 餐飲衛生平和 依照GHP衛生分級 作為評選標準 衛生局經過嚴格評選後 選出優級70家 兩級91家 共161家業者獲得分級標章 獲得標章的店家十分開心 希望官方標章吸引更多顧客消費 非常感謝我們餐廳業者非常踴躍 這是辦理的目的 最希望是能夠平和出 比較優良的這些餐飲業者 除了提供美食之外 能夠在飲食安全 飲食衛生 給民眾帶來保障 更加能夠提升他們飲食的品質 達到健康的目的 2013台灣燈會在新竹線 縣政府以嚴格標準 審核新竹線的餐飲業者 要給賞燈民眾最棒的飲食饗宴 同時促進新竹線的觀光經濟發展